天气开始越来越热 民众肌肤出油出汗更是明显 尤其应用额的新陈代谢块 容易在气候高温潮湿下 不小心就会出现肺子、红脸、湿疹等皮肤炎状况 对许多家长而言 宝贝身上的不舒服、虐心的可能是一家人 小baby的皮肤摸起来很嫩 但是他们其实在夏天也很容易产生汗疹 就是因为太多的汗水浸泡皮肤 造成皮肤的柔软 再加上他们的汗液比较多 体温比较高 所以容易引起蚊虫的叮咬 因为蚊虫主要是循着二氧化碳的体味而来 然后还有他们的皮肤的黑色素会比较少 因为皮肤比较白 而且它的那个皮肤比较嫩 透光性比较好 所以他们也容易晒伤 面对多汗、摩擦、蚊虫咬等不同情况 以及外在环境、气候及皮肤用品的干扰影响 面对一旦肌肤发炎 可尝试冷敷、减少骚抓来改善情况 小朋友皮肤其实你冲一冲水就可以了 然后不需要做任何的刻意的清洁 甚至连毛巾都不需要 第二个就是他们很容易出汗 但是他们的油性不够 所以你可能需要做一点适度的保湿 第三个是他们的皮肤比较嫩 所以他们透光性比较好 化学性防晒可能会有刺激 物理性防晒可能让它长肺子 最重要小朋友的防晒 还是在戴帽子、撑伞、穿长袖 然后第四个就是他们的体味比较重 有些爸爸妈妈会给他们喷驱虫液或擦驱虫粉 那记得像长袖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要穿长袖嘛 你就给它喷在袖口、领口的部分 然后或者说喷在头发上面 简单讲不要直接接住皮肤 应用而在夏季的肌肤挑战 皮肤科医师建议 透过适度清洁、正确保湿、注意防晒、防虫卫生等四大步骤下手 可减少皮肤发炎的几率 但如果皮肤发炎情况严重 应立即就医治疗 才能让家中宝贝舒服 家长们的心情也会跟着舒服 TDN生活中心综合报道